马来西亚女子避球队在2023年杭州亚洲运动会的Hawk避球中心为马来西亚再添一枚金牌 这是在9月30日举行的比赛中取得的 这一胜利标志着马来西亚在本届亚洲运动会上的表现卓越 为国家赢得了第三枚金牌 马来西亚女子避球队的阵容包括Rachel Arnold S.C.Va Sangari,Era Asman和Efa Asman 他们在决赛中以2比1的比分战胜了来自香港的对手 为马来西亚争得了这枚金牌 这支队伍以团结和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冠军 为国家争光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男子避球队在半决赛中遗憾输给印度 最终获得了一枚铜牌 回顾2018年的亚洲运动会 马来西亚女子避球队当时获得了铜牌 而男子避球队则涌夺金牌 尽管今年的成绩没有去年辉煌 但马来西亚避球队仍然表现出色 此外,在本届杭州亚洲运动会上 马来西亚国家帆船选手Nershazrin Abdul Latouf取得了历史性的一枚金牌 成为马来西亚队在本届比赛中的第一位金牌得主 此后,Kabu Ambek在马来西亚马术比赛中也夺得金牌 为国家写下新的历史 这些胜利标志着马来西亚在2023年 杭州亚洲运动会上的出色表现 为国家带来了荣耀和自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